教我做麻辣烫,要很好吃的那种,我要去开家麻辣烫店 没问题,今天就教你煮牛大众烘味麻辣烫,让你店生一红火,日进斗筋 先需要熬制高汤,准备牛骨3斤,鸡架2斤,姜片50克,花椒15克,八角3个 牛骨鸡架先焯下水,冷水下锅,水开后焯水半分钟即可捞出 鸡架钢筒一个,装入25斤清水,将牛骨鸡架洗净,换入桶中 倒入花椒,八角,姜片,盖上盖子,在火上熬制2小时 这里有个小技巧,有高压锅的,用高压锅压30分钟即可,能节约时间与煤气 熬好高汤后骨头捞出,牛鸡还可以熬一次 下面开始兑汤,大众烘味麻辣烫底料一包 撕开包装,将底料包入沙布中,这样煮的时候汤就会很干净 将底料包化入高汤中,上火熬制 将底料煮至化开,大约时间5-8分钟 调入盐30克,这样底汤我们就算调好了 下面我们开始烫菜,不切刚搂直一个 先将不容易熟的食材先下锅煮 煮的差不多的时候就把一熟的食材下锅 食材烫熟后就是出锅 烘碗一个,将食材倒入碗中 吃辣椒放一勺红油,淋上一勺芝麻酱 一勺帅蓉,放点葱花香菜,浇上适量的底汤 一碗看着都流口水的麻辣烫制作完成 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操作很简单,学费了吗? 嗯,很简单,我学会了 拿料就可以开店去了,谢谢杜师傅 来好看